这一段时间美国乱糟糟的大选可谓是赚够了全世界人民的眼球 本周美国股市又在乱象中添加了浓重的一笔 特别是科技股以及很多明星股的挑选 比方说蔚来汽车周二大幅下挫5.6% Zoom更是在两天之内就跌去了25% 这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因为大选如果像媒体上宣称的那样尘埃落定的话 股市应该以积极的多的姿态回应 拜登加上一个分裂的国会 对科技特别是那些大型科技公司应该是个利好 然而脸书本周前两天的走势却是持续下跌 推特也好不到哪里去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看这两天都发生了什么 7号也就是上周六 拜登赢得了宾夕法尼亚的20张选举人票 一举突破了270张的过半票数 拜登随后宣布胜选 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 各国政要的祝贺 似乎意味着这场大选已经尘埃落定 周一 美国辉瑞治要赶在股市开盘之前宣布 他们和BioNTech联合开发的疫苗取得成功 免疫成功率高达90%以上 这个消息一出 最郁闷的应该就是川宝了 他发推抱怨 对手故意阻挠疫苗在大选日之前退出 老实讲 本来我也不太相信疫苗政治化这种论调 不过川宝之前努力推进疫苗都无果而终 而拜登一胜选 疫苗就有消息了 这个只能说心疼川宝三秒钟 谁让你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把人都得罪光了呢 疫苗对股市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 前期受到疫情压抑的板块 包括航空旅游酒店娱乐等等 立马出现了一飞冲天的架势 似乎有一种 之前你们对我爱搭不理 以后我让你们高攀不起的架势 然而 奇怪的现象发生了 乱象一 开发出疫苗的辉瑞先涨后跌 虽然收盘时仍然上涨 但是涨幅大大的收债 反而是那些承受着巨大抛压的趴地骨开始狂欢 从理性的角度讲 这种现象确实很不正常 因为如果疫苗真的出来 可以说是对辉瑞和BioNTech的利好是明确的 而下游行业能否恢复 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然而 市场给出的信号正好相反 乱象二 其他生物医药和科技板块跌得是一塌糊涂 明显的可以看得出资金在出逃 并流露前面提到的那些股票 简单来说 就是周一的美股体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 结合这两种乱象 让我对股市的前景有了一丝担忧 也希望借这个视频提醒一下炒美股的朋友 控制风险 如果要抄底也尽量分批买路 而不炒美股的人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看到 想了解美国的局势 为什么股市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 不过事先还是要提醒大家 以下请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不构成任何投资的建议 好了言归正传 当市场出现这种异常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两种解读 第一 市场非常不理性 大家都疯了 去炒作那些还看不清的个股和概念 第二 市场是对的 你看是觉得它不理性 恰恰是因为信息不对称 有一些你我还不知道的信息 对于我来说 我偏向于后者 但承认市场会有不理性的成分存在 从表面上来看 至今抛售一些基本面良好的股票 去炒作基本面不怎么样的概念股 这一方面反映出资金其余套利的心态 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不确定性并没有退去 资金在担心什么呢 怕川宝搞事 还是觉得拜登上台对科技并不利好 当然川宝已经在搞事了 他的竞选团队已经在宾夕法尼亚 内华达 乔治亚 亚利桑那 密西根州提出了一系列法律诉讼 质疑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舞弊现象 看过我们之前节目的粉丝都知道 川普一生打官司无数 甚至有首席原告的绰号 因此对法院的程序可谓是轻车熟路 因此这场法律大战 注定对双方都不会轻松 市场并不确定谁会是最终胜方 这就像一场大戏 有人认为已经结束了 而有人认为才刚刚开始 千万不要低估川宝的搞事能力 大家搬好小板凳 准备看大戏吧 周一 川普用撤换国防部长 埃斯普的举动震惊了全球 虽然大家都知道 埃斯普在几个月前和川普不合 但考虑到大选 川普还是忍了下来 如今再补上这个动作 意味深长 虽然比较少人会去关注 新上任的国防部长 但是我认为这个人非常重要 所以值得川宝冒这个险 接任的国防部长是克里斯·米勒 我收了一下他的背景 米勒有超过20年在军方服役的履历 作为特种部队的一员 他参加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 也参与过追踪本拉登的多次反恐行动 今年8月10日 他才刚刚接任国家反恐中心局长的职位 不到三个月便被提拔为国防部长 是跟郑苗洪受川宝信任的保守派 按道理 国防部长的职责是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 6月份川宝和埃斯普的重大分歧就在于 川宝认为要动用军队平息街头的运动 而埃斯普不同意 认为这不属于国防事务 如今米勒接任 虽然有可能是很短命的国防部长 但是却是川宝棋局中一个重要的棋子 作为一个财经内容创作者 我不能异断将来会发生什么 但这一步绝对会引发大家的不安 战斗普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市场接收到了这个信号 如果你看媒体的报道 可能感觉拜登已经是总统了 但我更相信市场 埃斯普的离任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周二又有多位高级官员辞职 包括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安德森 负责情报的国防部副部长克南 和五角大楼参谋长斯图尔特 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自己主动辞职 还是被解雇 但是媒体已经把这称为是 川普对白宫的欣喜 所有人都会被更重于他的人所取代 相信这几天还会有劲爆的消息出来 看来没有谁能够阻挡川普 最新的消息是 在川普支持者的压力下 司法部长巴尔刚刚授权司法部 介入大选的调查 这立马引发了内部移民 资深官僚的实施抗议 巴尔真的是难 为了安抚左右两派 他一面说 舞弊确实有可能影响大选的结果 另一面他也说 司法部目前没有发现 舞弊行为影响了大选的结果 这不过是一种两边祸降虎的所词 司法部是在敷衍川宝 还是真的下决心记录调查 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可以肯定的是 川普在过去的四年中 为自己树立了无数的hardcore敌人 这些人遍布在民间 政府 媒体 华尔街和硅谷 虽然人数上不一定有川粉多 但是这些人的话语权更大 所以我认为他翻盘的希望其实并不大 尽管如此 与川普的性格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在左右两派几乎都已经闹到水火不容的情况下 无论最终是谁胜出 另外一方都很难接受结果 到时候真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川普临阵换内阁的生意也许就在这里 在美国 在中国 在全世界 川宝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川粉有多爱他 川黑就有多么恨他 美国的撕裂已经到了难以愈合的程度 这可能是让华尔街最担忧的地方 其影响已经超出了本质大选本身 作为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除了搬好板凳等着看戏 好像也没别的了 但如果你炒美股 就必须警觉起来 市场最害怕这种不确定性 接下去可能会相当动荡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小心脏 受不了过山车的 可以降低自己的仓位 保命要紧 对于想抄底的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绝对不要一下子就说哈 一点一点的加 永远不要期望自己能赚到最底部的钱 股市 是一场人生长跑 比的是耐心和毅力 让时间成为我们的朋友 慢慢的赚钱才是王道 OK 本期文稿在公众号FinPed 请大家自行获取 每一个字都是喵哥亲自打出来的 苗安 你说我这么疯狂的暗示 他们会明白吗 要不这么不要脸的要求 还是你来提吧 请大家按住鼠标 摩擦摩擦 点赞订阅小铃铛 谢谢你的支持 好了 这期就到这里 Stay hungry Stay smart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小铃铛